哈喽 来门 大家好 今天在整理花园的时候 发现了几盆春兰的品种花苞尾粘了 在还没绽放的时候 它的花苞已经呈现这样子的 外包已经发黄了 而且是干枯的 那里面的话已经慢慢在尾粘回收了 这种的话就是花苞消苞的一个现象 那么今天跟来门分享一下 为什么会出现消苞的一个现象呢 我们归结了四点 第一 干燥导致花苞枯萎 花苞不喜欢干燥的环境 等兰花的花蕾出土后 必须保持环境湿度在60%以上 自然条件达不到可以用喷雾保湿来解决 那第二点 温差太小导致消苞 这种情况其实就是蓝苗以花苞在争夺养分 最后以花苞失败而告终的结果 应将环境温差控制在10度以上 花苞就不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第三 通风不畅导致花蕾霉变 霉斑是细菌感染导致的 这就是因为环境通风不畅而引起的 无论是哪一种霉菌 它都是喜欢在温暖无风的环境中滋生 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注意通风了 惠兰春剑的花苞都是需要低温驯化的 一般要求在0-10度的环境低温 驯化1-2个月的时间 如没有春花条件 那么它的缺陷就在于花感不停拔 软耸耸的搭在花盆上面 还会导致花朵数量不足 那么这一点也是之前我建议蓝油们 如果是说北方温度低 室内有开暖气的一些蓝油的话 是不建议去购买一些需要春花条件的品种的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